瓦西茲的藍亭集序中的第三行 那我們來看這第一個字 也字 這也字呢 這個要轉折 然後尖銳的地方 這樣做出來 這邊也是一樣 然後倒鉤 要鉤回來 而且有一個鋒利感要做出來 再來這個群銜 這裡 這字呢 這比較 轉折要重一點 這裡有一個代筆 代筆這個要做出來 然後筆翻過來 這樣撇過去 然後 直畫 再來這個轉折也是比較厚 然後這裡點 撇過來 寫下面這個陽字 那一樣這邊有一個破筆 不要 我們就照正常這樣寫就可以了 再來 群銜 好 我們說王七之很喜歡這樣子 入筆是 有點膩筆的樣子 橫畫 上面這個橫畫 好 這代筆 然後勾回來 從這裡 下來 這一個 這一束 比較重一點點 原代關係 原代關係 這樣子 再來寫這個筆字 群銜筆字 破筆的地方記住 不要刻意去做這些 不要刻意去做這些 好 那是偶然 好 再來 這一筆是這樣勾 帶下來 好 這橫畫 好 還是有輕重 好 接上面 刷過來 群銜筆字 好 這個字 過來 這一撇 撇過來 重新再來 好 這種寫法比較特殊一點 好 勾起來 好 哨子 這個筆畫 好 這邊有個裝飾的感覺 然後 間隔稍微大一點 扭一下 裝飾作用 勾起來 左邊這邊也是一樣 要推一下 好 讓它飽滿一點 然後勾起來 重 輕 再加重 向左 好 勾 再來 哨掌 看這個弧度 輕重 然後下筆這很尖 這都要想辦法把它做出來 加壓 倒勾回來 勾起來 逆 翻轉 好 然後再一個弧度 勾過來 好 往西枝 這個 經常都是 也是 這裡有一個裝飾作用 好 然後這裡是輕的入筆 帶過來 也是一個裝飾 勾起來 好 然後這裡是輕的入筆 帶過來 然後最後再補這一點 紹掌 前擠 好 重一點 然後橫畫 壓小青 相對的輕一點 然後最後補這一片 接这里 加压勾过来 装饰也做一下 重轻 很明显的重轻 然后左边这一点要注意 下去揉一下向左 然后再回来勾这样子 这种点的写法 很小 要很小心 而且变化很多 持 这一点 是由装饰再拉过来 折笔 勾回来 再来这一个笔画 然后再来这个比较轻 侧缝下去 往右拉 勾出来 最后这个地质 上去 加压 勾过来 重新起笔 加压 然后起来 侧缝 有点侧 变轻 加重 然后再勾起来 就是地质 得 有点侧 对 不